一年一度的全国布农族运动会 原本是在10月4号到10月6号 练三天在海端乡盛大举行 不过遇到小犬台风来袭 赛事延到双十廉价之后的10月12到14 而卓西乡公所马上告知各项目的选手 立即调整参赛人员 并在10月6号这天召集各项目的教练 管理人员办理行前会议 而选手们都表示 很期待布农运的到来 一年一次的全国布农族运动会 原本是要在10月4号到10月6号 一年三天在海端乡盛大举行 不过遇到小犬台风来袭 赛事延到双十廉价之后的 10月12号到10月14号 卓西乡公所马上告知各项目的选手 立即调整参赛人员 并在10月6号这天召集了各项目的教练 管理人员办理行前会议 之后本来应该今天这个时刻 应该是今年度的全国布农族运动会的闭幕 对 这个时间点应该是等待闭幕典礼 那现在是我们的行前会议 所以因为这个小犬台风打乱了所有的局去 还有坏队的事项 那现在我们就针对我们下一周 又刚好拥有双十国去 从整个四天的连降 真的辛苦大家了 遇到台风只能延期举行 让不少选手们都措手不及 不过还好选手们马上做调整 非常期待布农运的到来 海端乡公所表示 那自然是不可抗拒因素 改其势必会造成各乡镇区公所与族人的不便 深深地感到抱歉 希望在风灾过后 用最快的动作恢复各场地的运作 以顾及选手及来宾的安全 也让活动顺利进行 记者高双双卓西乡采访报道